最近的流量不是太好 只有一点 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一块鱼排回来 今天来整一个挖块鱼 希望大家喜欢 煮挖块鱼最好是用鱼排 鱼头和鱼味都不正合适 买大块一点 方便操作 把鱼排用清水清洗干净 特别是腹部的黑眼膜 一定要洗干净 这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鱼排清洗干净了 现在来处理一下 因为鱼排的肉比较厚 为了让它更方便的乳味 给鱼排搭上一个四十块刀 刀口不要切得太深 用刀把鱼骨栽短 栽成鸡节 现在要准备一些腹部粮 用一个杂材质 用以沿着鱼排 生加一小块 切成薄片来切实洗湿 打中一条 用刀切成薄片 一条 放在小块中 青菜一小把 用刀切成薄片入备用 再配手去的香菜 切成薄片入备用 香米辣来几条 别是切成薄片 吃的辣的会多准备点 吃的不辣的 亏不药 撒上一把盐 生抽 花雕 少许清水 胡椒面 一起搅拌鱼 把鱼排投入调好的炸菜之中 让鱼排清入到炸菜之中 这一步大概需要腌制个一天一夜 为了更好的腌制鱼排 我们可以解除外物 用中午压住鱼排 这个你们就自己想想办法 腌制时间不能低于24小时 最好是放冰箱 现在天气热 取出腌制好的鱼排 放置在彩排上 给鱼排盖刀 分成两块货备用 准备点辅料 生姜少许 切成姜适合备用 香葱少许 切成葱花备用 还是要准备一条小米辣 切成小群小米 起锅 烧热 锅烧热 就下油 把鱼排放入锅中 简直凉明精华 剩下油 把鱼排放入锅中 简直凉明精华 剩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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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大火 火小了容易斩锅 煎的时候 今天把锅晃动起来 受热就更加均匀 鱼排也锅一下油 简直变色就可以了 整一面剪得差不多了 就翻面 到处煎好的鱼排 放上姜水 撒几根别大 吃不了味精的 那几根鸡精 一点清水 加点白醋 加点白醋 加在鱼身上 干海椒 豆豉 加点小米 要煮油的油来一坨 没跌的就算了嘛 重新几锅 锅中降入适量清水 开大火烧着肥腾 锅中水开来就放上蒸架 把鱼排放入锅中 盖上锅杆 把火蒸十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就解开锅杆 取出蒸好的鱼排 取出蒸好的鱼排 撒上锅碗有迷人的小葱花 小葱烧烧烧烤鱼 一道酥香味浪 鱼 鱼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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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烧烧烧烤鱼排